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首先链对二字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链站是一个意思呀 是逻辑结构是一个对列 但是你物理结构上使用了一个链表 他现在想要问你 像这样的一个对列 使用什么样的链表来作为它的物理结构存储比较合适一些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先不看选项 自己独立思考一下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链表 和之前站的一个思考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在逻辑结构上来进行一个思考 所以我们首先先简易的画上一个对列 这就是我画的一个对列 假设从左边入 从右边出 那么左边是不是就是对位呀 右边是不是就是对手呀 那么毫无疑问 一个单链表有一个问题 单链表它的指针的指向 到底是从对位指向对手 还是对手指向对尾呢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你在整个对列之中 对尾是不是入呀 入在物理结构中 是不是相当于插入节点 对手是不是出呀 而你在物理的链表上 你想要出对 是不是就要删除节点呀 之前我们就已经说过 如果你想插入节点 你只要有这个点的指针 不管你是这么指过来 要这样插 还是这么指过去 要在这里插 是不是都可以插入呀 不过是一个是尾插法 一个是头插法 对不对 所以只要你有对尾的指针 你是一定能插入的 那么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对手作为一个要删除的节点 他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 你是不是同样需要一个指针 指向对手呀 那么你在删除了节点之后 你的对手指针 是不是应该指向 当前这个节点的下一个呀 也就是这里这个 第二个该出对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指针的指向 是不是应该是反向的呀 和你对列的一个排序的方向 是反向的 也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单列表 整个指针的指向 都是从对手指向对尾的 意思是这样 中间我们单列表 是不是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排着的呀 这边是对尾 右边是对手 然后你中间指针的方向 dex的指针 是这么指过来的 好 懂了这个之后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我们在思考的整个过程中 是不是说过了 需要一个对尾指针 需要一个对手指针 这个对尾指针 只要有就能插入 而对手指针 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向 它就能跳到下一个 那么我们提炼一下这句话 是不是就是说 一个单列表 普普通通 它需要两个指针 第一个指针 是对尾指针 第二个指针 是对手指针 好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B选项 就是我们思考的 最普通的情况 所以说B是毫无疑问 可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另外三个选项出了什么问题 看完三个选项之后 你一定注意到了 循环还是非循环 是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想一下 循环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什么好处都没带来 我是不是没有必要 要你的循环呀 那么A选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既带了对手指针 又带了对尾指针 你是不是非循环链表 就已经可以完成任务了 而你平白无故 添了一个循环二字 是不是画舌添足 是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且在你完成 插入或者删除操作的时候 你还要照顾到 你循环的这个特性 还要额外进行好多操作 才能够完成这一步 使它变得复杂了 对不对 那么循环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们先不看CG选项来想一下 之前我们说过一个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 是在一个循环单列表之中 当你想要删除对手元素的时候 你只要有对尾的指针 你就能够删除对手的元素 为什么 是不是 这个例子 同样 你想要删除对手指针 你是不是也要获得两个界限呀 第一个 你要获得链表手的界限 第二个 你要获得链表尾的界限 对不对 而你只用了链表尾的界限 你就能完成删除的操作 为什么 是不是由于你是循环的 所以这边有个指针 你只要有了这个指针 这个相当于也是有了 那么看到这里 两种情况 它们是相通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同样是需要两个指针呀 一个对手 一个对尾 而这里同样是需要两个指针 一个对手 一个对尾 如果你这里使用了一个循环链表 会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不是只要你有了一个 链表尾的指针 你就可以完成操作了 那么在我们的对尾对手中 它到底是对尾还是对手呢 看不出来没关系 我们好好画一下 我们的指针是不是这样指过来的 那么你的对尾是不是它 你的对手是不是它 你反过要指回去 你是不是对尾指向了对手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获得对尾指针 如果你变成循环链表 你就可以只用对尾指针 就能够实现我们的操作了 然后一看CD选项 首先C选项直接排除 你连循环都不是循环 你凭什么省下来的一个指针 然后D选项 是循环 没错 只用了对手 是不是错了 你应该只用对尾 对不对 那么这样 我们的选项就只有B选项符合了 为什么这道题会这么出呢 为什么它不再设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问你只带对尾指针的循环单链表呢 那么我们考虑一下 这个带来的什么好处和什么坏处 好处是什么 是不是省了一个指针 你现在只用了对尾不用对手 就能完成这样的操作了 坏处是什么 你是不是有了循环特性 你在处理的时候需要照顾到这一点 那么 这两个选项到底何去何从呢 是不是不好判断呀 这道题为了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它就没有设出来这么一个选项 同样 你考试的时候可能遇到一类题 和这道题差不多 但是 它只给了这个选项 就是指带对尾指针的循环单链表 而这个选项 它没有给你 这时候你是不是就要选它了 所以说 两种情况 为什么可以 一定要理解下来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那么